好 接著到下一部要講的就是 輕小說作品 其實我的名字是不對的 《機巧少女歸會手心》 問了什麼 問了什麼 你說什麼 她說是轉轉轉而已 不要理她的問題 要理你 其實這套東西 一開始給我看 我不是覺得劇情有什麼意義 《數碼暴龍》 我最覺得在畫面 那些人的 作畫作風和背景 好像是分開了 正常 主角是日式 背景是西洋 是那個畫風 他們好像發光一樣 背景是實景 但我又看不到光源 你有沒有看東京分鴨的 你都知道什麼叫分離 前後分離 這套已經算正常了 我都要看東京分鴨 這套其實 都挺典型類型的選材 輕小說的題材 怎樣典型化 有女有兒有子 我經常覺得這套 應該是數碼暴龍 我們操控一隻 寵物 剪刀 主角 加破人王之後 就要復仇 死了就死了 沒有死阿妹 死了 還沒陷害 死了阿哥 不過是復仇對象 死了他 他要說 他為了成為魔王 復仇者 他首先要成為魔王 他要 在這個 這個機構學校裡面 在這個夜會裡面 打敗所有對手 成為魔王 然後就可以回答他 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他成魔指導還是什麼 這件事 不知道他 其實Hardy說他第一集第二集 就可以完 因為他考不到街頭 考不到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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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拿什麼意 什麼意 OK 第什麼意 其實這個設定很典型 這份就是 稍後會動畫化的 魔法劣等身 魔法劣等身也好 鋼和都市那類型 很常識 主角的能力 是不能夠用一般的測試 其實他是一個十戰型的 理論的東西 他不是很懂的 我以為你想考第一 會變成考尾爾 劇情說到他很廢 但你怎麼看都不覺得 他最少比一個人厲害 我不明白 他為什麼要設定到尾爾 很奇怪 包括那些波士 可能 我覺得是證明 阿雪靈最喜歡 剛才所說的 就是 是沒有下限的 所以一定有一個更下限的人 是嗎 嗯 那他的故事就說 他入學的就是為了在這裏修行 什麼報仇 心悲癢修行 還有他的目標 暫時 短期的目標 就是入這個野會 野會 成為這個魔王 因為他爆什麼 野才要修行 不然就不用修行 因為他入那個野會的條件 不知道是要考一百名內 那他就考一千 一千四百多 不用說千多 那你也要說學員有多少人 或者學員都一百零一個 一百零一個 一百零一個 就不用努力了 這件事我覺得很對 最喜歡說的 什麼孫中山 醫學院考的 第一 醫學院只有兩個人 那人只有兩個人 那就是那一套 倒數第二 倒數第二 對 那就是影射孫中山 那裏是另一套 其實這套 我也沒有看過原作 沒有看過原作 原諒我們新的青少少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很少看過原作 那其實這套 我不知道 在動畫裡面 我覺得 他飛得很快 應該說什麼 我們 慣常會見到的一些動畫 這類型學員的東西 入學之後 說說什麼是機械少女 學校這個學校做什麼 然後認識到好朋友 認識那個機友 他哪有朋友 他沒有朋友 他沒有朋友 相對地 他認識那個人 都是沒有朋友的 不是朋友 是後宮 對不對 我的朋友很少 那不是炮友 那他的視幕 都是用炮的 魔法型 因為我覺得這套 其實跳得很快 入學 然後 中間裡面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說 我要找你跳機 我要跳機 我要打十個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他連最重要 你說機械少女 是一個主軸 但是他講機械少女 他又講得不多 第二集才講 但他講一講 很少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是很精彩的 到了他跟 金法美女 是吧 外國人名字很難記 大家都明白 你什麼名字不好 下六題背流 不記得 隨便 總之金法那位 他們對決那一刻 其實 我覺得挺划算 他那一場就是 對決之後 然後有人 中途就是 練入 希望打贏他 搶這個 那些 偷計而已 偷執多一點 然後 其實這一場 我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沒有問題 看到主角 其實很厲害 我覺得那一場是鬧鏡 你知不知道 但我聽到一個設定之後 我覺得是 主角你也是一個 混蛋 為什麼呢 這個 這裡 他有江湖規矩 人樓市是不准打的 但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他人樓是加入戰團裡面的 人樓又不能打他 即是他說 我二打一 他可不可以鋪個伏筆 其實他不是人 然後 然後 你追著就是 當 如果 人樓 就快打到人樓市 他擋在人樓面前 如果那隻人樓打到他 李牌龜 紅牌出場 他很有動力 我就練習團體戰 屈記戰 但是這裏 一個人就不夠 簡直是最強欲盾 所以我跳下去打 我都參戰我要 不夠人手去參戰 不是真的 因為我聽到這個規矩 就說 原來有江湖規矩是不能打的 但是 我突然說 那你參戰的話 那你就很卑鄙 不是 好像Face Daylight裡面 MASTER上前面 CAS在後面 CAS在後面 沒什麼 沒有 我介紹到 一場神聖的人樓師戰鬥 是用 人樓和人樓之間的對決 是說這個魔法觸控器 打人是犯規 就等於Pokemon你不會打 訓練員 Pokemon你玩一條去玩 不是 但是噴火會打小智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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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打你 沒有說過 你那就是不可以打你 所以我聽到這個規矩 就說 你那就是 所以 其實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因為 導致他 那個 考試的成績那麼低 哦 你出信的劇出校 所以其實 然後我就會顯身 論於一件事 夜會他說 就是說 要撕殺 但是你又不攻擊人樓師 你怎樣撕殺呢 其實 不是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根本都不用拍人樓出來 打我 就馬上輸 我站在你面前來說 我就是人樓師 屎魔我就不叫了 我站在這裡給你 你口衝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呢 就馬上輸的 那屈記錄就不用玩了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設定 不是這個是博物而已 不是這個設定 這個設定又 很奇怪 他考慮了 他雖然理論不行 但實際是OK的問題 你們都屈光了 其實很多主角都是這樣設定 我剛才都說 很多主角都是這類型設定 不過你說 他這麼有殺有戒指 說到這件事 麻煩你做個Pokemon的場 出來 然後說出來吧 小火龍 不是啊 不是啊 現在都是出雷了 不知道 其實已經一去完這場之後 中途裏面 三位力場的感應 簡直是超快 已經是跟著 就已經是好像 人家沒有朋友的 他很合理的 還有一套ATX版 有三位力場 進來的 人家說 沒有朋友 那有個男生衝進來 就可以治療他 因為其實去得很快 就是 其實我有些消化不來 他一開始 基本上好像剛才 什麼叫人樓 什麼叫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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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問題 什麼叫機巧魔法 麻煩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概念 那條龍不是機巧魔法 大佬 對我來說 人樓才是什麼 用線在那裡 吹來吹去 然後東西在那裡 吹來吹去 什麼人樓 那條龍 他不是有看到 他操控上 操控人樓 你怎樣打 他們說 小火龍出招 用波球對付他 他這樣說 那個叫窩家小金螺 那個也有一個命令式的指令 現在沒有 他自己出手 自己勝 自己打 純粹是視乎 那隻人樓 純粹是什麼 要出大絕 那時候 就是要靠人樓師 給魔力 然後他就可以出招 給魔力 什麼魔力 他有說 魔法陣陣式 然後 他之後 他有說過設定 人樓師的力量 是來自操控者的魔力 他有提過這件事 但是他很籠統 操控者的魔力 你怎麼看得到 因為大家都看不到 我當然知道很多作品有魔力 但魔力是不同的形式 我怎麼知道 你譬如說 有些作品 它有魔力的形式 我全身著氣 有火 魔力 石精 我這些都感覺到 好像很厲害 發電 但是它是火 感覺到很厲害 但是這套東西 又不是很厲害 有魔力 魔力 石精 你怎麼套不到那個 他這裏 其實它是表現得不好的 然後 在你未消販 然後告訴你 其實還有一種 叫做禁忌人樓的事 我真是 撞你了 你設定 我連人樓 是一個什麼的概念 我怎麼知道 你這方面禁忌 這個設定上 是最大的問題 他去到第三集還是第二集 尾都有說到 第二集有一題 說到人樓 當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就是人樓不斷被破壞的時候 他有透露了少少人樓的構造 只是告訴你 人樓要靠一個心臟 靠一個精靈石啟動 然後如果沒有精靈球的話 它就啟動不了 精靈球拿來混 那這件事是不是廢話 即是告訴你 其實這部遊戲機沒有電 它就啟動不了 是啊 太陽能電筒是同理的 太陽能電筒 沒有光 它也是穿不到 沒錯 我當然是 我跟他說 我撞你那個位子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 實際小小的事給我聽 我怕剛才說 新花不會套了回質 噢 你先聽我說完 但是 你要轉叉兩個字 但是 你要用另一個心態去看 剛才我們說了這部 是Pokémon Pokémon是不可以打訓練員 合理 那我找火龍我去打小指 阿爺都可以打他 但當訓練員在場上 這個狀況如何處理 是否回報給那間廠 說有不 沒有的 他也是照片 然後你最重要的是 亂入又如何處理呢 請問 可能他突然會有評判出來 真的 你猜不到他 財犯規 故事其實 跟著他講 就是要調查這個 禁忌人樓的事件 要殺害事件 不知道是誰 人樓殺害事件 只要殺人樓 不殺人樓 但是很奇怪 過湖規矩不闊 但我覺得有件事很奇怪 當人樓被破壞的時候 完全不見操控者 出來 人樓死了 這樣的劇情會發生 那些野外的 沒有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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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寵物 都說給我 有一個正面的態度 Pokémon的劇情是什麼 你看到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火箭兵團的怪獸死了之後 他們說什麼 你忍住你我先走了 大哥 所以不在這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他說了一句忍住你 然後他們就回答 可能有意氣求掛 我們看不到 你不可以壓殺這個可能性 OK 讓你解釋一下 我當時在這裏 我明白 所以這條絲就在這裏 但你以後看到 沒有殺過人 如果用Pokémon的劇情 小智是不會殺火箭兵團的 整件事很合理 火箭兵團的 火箭兵團是很重要的對手 一殺了 他們連氣氛也沒 在Pokémon之中 為什麼他不殺火箭兵團 就是要拿來升level 但沒有幾條水魚在那裏 整道怪在那裏 怎麼升級 所以他不死 這裏的劇情當然算 是不是夜夜要升級 我覺得Pokémon不能殺的原因 是因為一直都可以玩 說不定這隻也是 這個是ATX ATX有十八隻 不是十八年 說不定十八歲以上不給看 本身你說在故事裏面 剛才我們所說的 他跳得很快 很多東西他都不去解讀 究竟這是什麼 我看他之後也沒有這個意思去解釋 一開始我們也要說回 男主角的人偶 阿爺 阿爺就是三神器 叫做爺爺的可動式人偶 完全不見有線不見有驅動 可能用延齡驅動 但基本上絕對不是 他自己有自由意志 所以他也不只是一個 你見到金髮那個東西也有 很簡單 你撥劇螢 比卡超都不會有集精靈球 這些特別主角級的感覺 但比卡超你會不會撥主人到 主人 好像試過 有的 有的 有看超電磁炮的 電話BB的 我見識少許 沒想到太負面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 不是只是一個 不要想到A.T.S.這麼誇張 正面一點 是少許跟比卡超的關係 那你覺得這套其實沒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叫我改台的比卡超 我叫他擬人化 比卡超 這關係很恐怖 這關係 但比卡超會不會晚上脫掉 他身上的毛走上你的床 就是褪毛 他沒有衣服 那你說A.T.S.本身 就是講他 其實這裏講了一個很划算的設定 又是Pokemon的設定 夜夜的屬性 就是這個金剛力 他就是怕水和風 有說過 一些模型的東西 還有一些貫穿系的攻擊 夜夜都會產生最大的傷害 這個設定就好像什麼呢 我們在每一集 Pokemon之後都會有 博士跟你講解 這隻人的屬性是什麼 然後他怕什麼 以及他的進化是什麼 你剛才說到被人插 他怕被子穿 金剛那位 魔龍有招叫魔劍 的法術 就是這類型的法術 就是怕這類型 除了這三個是 其他的屬性之外 其他東西就告訴你 夜夜基本上是一個無敵的存在 我想問一問 哪個不怕貫穿系的東西 什麼穿了都會死 即是說 你說的就等於 網上很流行的一句 就是在非洲每60秒 就過了一分鐘 還有人被殺就會死一樣 沒有分別的 人被殺就會死 有什麼不怕貫穿系的東西 我想知道 爛泥獸 你看到有水系的人 爛泥獸 什麼來的 水屬性 風屬性 我一聽到這裏就說 屬性 屬性又找到 這個訓練員又不打 很難 不能用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去當你一套波平安這樣看 然後第二還是第三集 稍微講回主角的 最後宿定 他來這間學校 還有怎樣得到爺爺 第二第三集 第二集 第三集 開始講解爺爺是誰給他的 然後就說 其實爺爺 我只是得到高達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有三部高達 送一部給你玩 我高達不是我砌出來的 我覺得很划算 看上去好像很煽情 當主角 在這個被 全家被屠殺之後 躺在這個 雪地裏面 跟著 阿超子出來 跟著第一時間 不是救他 跟著就是 脫了夜的衣服 跟著 給他看的話 有雙鏢的 要不要 完全是一個 正確實講 如果QB是一個 出色的 退消員 退消員 超子都不要 不是很正常 刺激你 有些神經可以翻山 我覺得 我要活下去 除了個案 就是 你活下去 QB也是說 你活下去 就是你和我簽啟 但是 如果我說要 對我的傷勢 是沒有幫助的 最底線就是 我都不介意 你喜歡煽情 但是我看到就是 招牌 拉在那個位置 有雙鏢 就是其實 我都怕你不相信 有註冊雙鏢 不是假冒 其實 英明笨蛋雙鏢 正貨 只是賣16.9 要不要 應該每個幾集 會揭一次 證明正貨 不是ATX 就是說 你說 然後 他就說 又 解除封印 都是那句 我機巧 魔法 是不知道什麼 這段人偶 我就知道 是要用一些生物 生物還是人類的血肉 去練成的東西 然後你就突然說 這個人偶 然後就可以 這個角色 他是有進化的可能性 原來他是有 T&D 這個 這個比卡超 都可以進化成雷昭 我真是吹你的仗 當然 都很正面 這樣 有進化 很合理 整件事 就是 夜夜會有機會 進化為遇者 然後再進化為人妻 我以為夜夜會 會進化成夜糊 夜會 不會 變成死物 什麼夜糊 我可以解釋其他東西 延伸一下想 因為 故事裡面 其實是太多這些 就跳 跳的 設定 我們跳 不知道 但可能說 OK 你可能 我們作為一個 看了這麼多年動畫的人 對一些魔法系的設定 一定的知識 這件事 你怕和不到 不關事 嚇我不到 什麼禁忌人口 就是魔法 機構魔法 就是魔法 跟著 禁忌人口 就是禁術 不是Pokemon 這隻 Pokemon有什麼禁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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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禁術手段去進化的 那是DNA 什麼 超爺爺 現在 那是福仔 你說我們不一定有 有嗎 你說這個說得對 在第三集裡面 我們看到爺爺 去發揮一些覺醒能力的時候 他是爆氣變成超級殺人 那這個就是超爺爺 這樣也可以 就是Pokemon說了 這些 都說 都是用一個正面的態度 去看任何人是無敵的 我看你的表情十六十五 真的 我主要回答你就是 人不要臉死燦就天了 無敵 故事 現在去到這裡 其實他也包裝了一件事件 剛才我們也說到 禁忌人口 又不斷被人破壞的事件 那個事件很厲害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是禁忌人口 就是禁忌人口 禁忌人口 殺人口 毫殺人口 事件 但是他這麼肯定是禁忌人口 做的 他說有些傷勢是 不是 我當是 根本上就是 那位學長 在那裡說 一定是 然後說是他 然後 全部都是他講完 總之 這件案子只有三個人 主角 金法 學長 主角一定不是兇手 金法也肯定不是兇手 就是他 又排除法 儘管看看 儘管看看答案 是不是這樣 正面思考 只有三個人 不是兇手 一定不是良好的傾向 Good observation 強將手下無若低 這樣也要拉 好 下一條 你哪個電台的 動脈無雙 怎樣 強將是誰 去到現在這一節為止 他講到這裏 當然 最後就是 套路 我們很典型 看開一些輕小說的 第一集小說的 是他的腳本來的 但他真的跳得太快了 某程度上 老實說 你不是有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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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動畫的經驗的話 你真的 完全是應治不下 沒有 我純粹他很多東西 解釋不清楚 就跳了下一步 你不是要有一定經驗嗎 不是現在這些動畫 全部輕小說改編 都是奇奇怪怪 他就是駁你 你知道 不是很小說 因為他套路 或設定是幾乎 楊達達講魔術 講魔法 你不是有多年 他讀者 你也知道 什麼事 但我不知道是否動畫 剪掉了 還是原作沒有什麼話 我覺得原作沒有這麼誇張 跳得這麼快 沒理由 他動畫跳得快 我想是因為一個人的關係 他不知道想做到哪個位置 我猜 他不知道想做哪個位置 他不知道想做哪個位置 大家都看小說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又打算三集一本 現在很流行 他現在的節奏 現在去到第四集 剛剛好一本 第四集一本太慢了 你看兩集一本 我知道你有兩集一本 你看看上一季 暫時來說 我看了三集 我覺得故事不太對提 機巧少女被她受傷 但好像她三集已經受過一次傷 她說不是很生氣 我不出聲 所以你是不是有 你知道嗎 我問我嗎 我對這個題目有點疑惑 他只是寫錯了 寫錯了 說話 寫錯了 應該是什麼 機巧少女會受傷 他說少女會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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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少女會受傷 抓了她的字 對 但是其實很難看下去的確 你又說不插的? 我說難看下去而已 沒有插它 插一些詞語不太大 如果我用一個負面態度去說 這套東西你不要看 如果說很難看下去 我都會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去看下去 這是一個正面的看法 正如你面對困難 你都會形爛而生 我是這個很正面的態度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 你要抱著一個正面的態度 這樣看下去太脆慢了 這件事叫什麼? 你不要激怒我 不是啊 無雙可以接一頭 死雞抓不走 插口語就是你不要激怒我 你再做爛一點我就真的會罵你 但是我最起碼沒有看到我先生氣 其實你推不推介有玩開Pocketmon去看? 不是有Pocketmon origin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Pocketmon的人可能會看 但是剛剛沒有Pocketmon XY出了動 所以有正版的話 翻版的力量固然就會弱一點 固然想看另類 當然想看二人化 又想看ADX 當然要看到ADX版的Pocketmon 所以我推介給大家 請看 請看 看 看就看ADX版 ADX版有什麼好看? 你不知道 你回去看那一套 好事啊 好事啊 整套東西 起承轉學有誓 不過調整 大家就是說 正面一點 你相信你自己有多年的動畫經驗 你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你發覺你自己可以融匯灌湯 你就會覺得自己 突然之間自信心提升了 正面一點看好一點 對不對? 是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應該負面還是正面? 正面 時間到這個